我驻美代表于大雷近期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 标题写下台湾人民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这番言论引来大陆国台办炮轰 鼓噪培训40万民兵到暗地支持黑熊弦院 甚至要求高中生去签署什么所谓的战时青年福勤同意书 从续谋在宫庙囤积弹药到讨论囤积粮食和医疗物资 这些都充分表明赖青的当局正在加紧备战谋独 另一方面小有名气的大陆临时黄飞红花生被禁止输入台湾 国台办也做出回应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产自大陆 可见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 已经到了连小小的花生米都容不下的地步 国台办还特别提到无论是辣花生螺丝粉还是魔玉爽 他们会持续努力丰富台湾民众的临时香 而我方政府则表示 进口禁令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